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收看Coffee Talk 今天我很开心邀请你的特别的来宾 这一位从还没认识他之前 给我很大的祈祷 从他的工作的态度到家庭的价值 我非常争取 那今天我们邀请我的好朋友 吴凤 Monsieur Commissioner 你呢 很忙 很忙 看到你最近又买房子了 你跟他装化 然后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 当了爸爸之后 人生的速度会比较多 但是做的事情也比较多 不过人也会比较开心快乐 真的 就好 我刚刚跟大家说 呃 我还没认识你之前 你给我很大的气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住在台湾大概9年了 然后刚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 我刚才当时女朋友在家里去看电视 然后大喜不安看一些美国的电视节目 讲TLC啊 都是讲英文的 然后 突然他换频道 然后看到这个外国人 在主持一个旅游节目 都是讲中文的 这个人是谁他讲了吧 然后 我就抢你的名字 Refat 武峰 然后刚好 那一面2012 你又得到金钟奖 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 我就看 而且你为什么那时候 要给大家看你的美国 我也不知道 因为太紧张了嘛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也知道 我们在台湾 非常喜欢这里 然后呢 我们在台湾做了任何一个表演之后 被看见之后 我们来自西方的人 外国人会觉得特别开心 所以那一天晚上 很多人都讲 对他们来说有可能是 比较正常 但是对外国人来说 我们什么可能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 我那个时候 我的脑袋就shorto了 那我坏掉了 我是说 疯了啊 我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美裤子 因为很多台湾人跟我说 武峰 你要穿红色的裤子 要去 颁奖店里 你一定会中 我是说可以吗 他们说可以啊 红色的裤子 对这是台湾人 台湾人建议给我 这是台湾人的建议 结果呢我穿了 红裤 去颁奖店里 就得奖 感受了开心的 那我要谢谢你 因为看到你 你就给我一个 很多希望 很多希望 可以在这里发展 然后因为你 因为你的七发 我就在台湾了 其实我跟你讲 说真的是 我的荣幸 因为我之前 很久之前 一直在希望 我们呢 来自各国的人 你是法国人吗 而且是一个很棒的法国人 非常爱台湾 可以算是一种开路 让很多外国人 证明 其实在演艺圈 我们也可以走得到 之前呢 我刚开始主持节目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 外国人会主持节目吗 什么可能 结果德军 德军军之后 很多人 对外国人说 其实外国人 会走得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你当模特 后来呢 你现在是跟那个 乌康人他们 拍了那个 戏剧之后 对 电视剧之后呢 也许十年前 对很多人来说 是不可能 所以我也觉得 非常开始 一看到你觉得 哇 你的海报 后来看到乌康人 还有看到一些其他的 厉害的演员 后来你也在里面 会觉得 外国人现在 不只是可以主持节目 还可以联系 还可以做更多的发展 其实 相信我 很多年轻的外国人 也是可以看你说 有一天搞不好 我也可以跟发表一样 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 你也现在可以 给很多人 很多的力量 好 那今天 我们要谈一个 比较特别的话题 这个话题 这个主题 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要当爸爸 那我要先跟观众说 我的女朋友没有怀孕的 但是 你刚刚说 我要当爸爸 我都说 天哪 是真的恭喜你了 还没还没 但是因为我已经31岁 然后 我总是觉得 这个年纪 31大35 很适合当爸爸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爸爸47岁 才生了我 我太晚了 所以我长大之后 我完全没有跟我爸爸 一起玩 没有办法 的经验 很难 但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所以他对人生比较有经验 所以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育 但是 我少了这个 像我跟你 我看你跟你 女儿 的互动 一起玩啊 那我就很羡慕这个 所以 我想跟你谈 这个 这个 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 之前呢 我还没有结婚之前 我去一个 朋友的家 他有孩子 嗯 我拥抱他的孩子之后 我那个时候 还没有结婚吗 我说 希望有一天 我也有一个孩子 我现在知道你的感觉 因为我女儿 刚好在后面嘛 所以你也应该说 我也想要结婚 我也想要有孩子 但是 说真的 时间不要太晚 我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我爸爸生我的时候 47岁 而且 我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爸爸 一直都是大 我说爸爸提出去哦 我说我已经57岁了 什么可以提出去 对啊 你爸爸你看 更老 所以不太可能 后来呢 我爸爸以前跟我说 孩子啊 有一天你结婚的时候 不要太晚 不然你会很辛苦 所以现在为什么呢 我知道 这个原因呢 因为他们两个 在家里 跳来跳去的时候 很活泼的时候 我会累哦 你在想 如果我们老的时候 体力真的是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 我开始像 当爸爸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压力 也会觉得 我到底有没有中边好 钱赚得不够多 或是有没有够 事件 给这个宝贝 对你来说 什么时候觉得 你自己觉得 你做得好 到爸爸 首先我觉得 这个最重要的是 我确定 我老婆 是对的人 这很重要 这也挺重要的 我是觉得我老婆 那个时候一直说 指示我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我的压力很大 然后老婆说 你压力为什么那么大 你可以把你的压力的一部分 交给我 我帮你看 她是说 一听到这句话 就要说 这个女生是我的 未来的老婆 后来呢 我们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年纪的关系 我是1980 快40岁了 后来觉得我不要偷 我们决定要生爸爸的 但是 老婆对 工作稳定做 基本上 你不用担心说 我的钱够不够 基本上 有孩子 我们可以找办法 可以赚钱 因为孩子会给你更多的力量 对 你可以为了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时间也不用担心 你建立的怎么办 现在呢 我可以为了孩子 创造更多的时间 为了孩子 当然要努力 赚钱 而且说真的 当了爸爸之后呢 我的事也变好了 我的体力也更好了 因为我为了他们 你更照顾自己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你当 服务之后 你的人生改变了一定的 一定的 可是我听说 很多人说 你当爸爸之后会很累啊 或者是 你要 花很多时间 躲在家里 然后照顾老婆 然后你没办法跟我出去 你没办法自己做 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我觉得 就是 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 在法国一个演员嘛 然后他也是大概 40岁做生一个小孩 然后一开始就是 压力很大 然后 他所有的好朋友 给他一些事 就是这么当爸爸 当爸爸的时候 要做事 好 给他很多建议 他刚刚我觉得 就是不需要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当爸爸之后 他有一个 他有拿到一个特别的力量 然后 很多人说 你有压力才有成长 当然 结婚稳定 好的老婆 好的家庭 然后呢 孩子 给我这么多的好的力量 之后呢 你看 14年前来台湾 口袋里面 有一千块美金的我 过来我去买房子 说真的 我觉得有很多人说 压力 我不听那些话 我就是想要 当一个很好的爸爸 我没有说 我是一个很完美的爸爸 我外有说 我是一个很棒的爸爸 但是我是想要 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 那书 我也那个时候 买了很多书 看看 这个书会搞成 有可能是一个态 可是你也不知道 你的孩子 是不是适合那个书里面的 所以我 不一样 那我要问你 你是土耳其人 你老婆是桃儿人 你们对小孩的教育 是有什么 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爸 我自己的爸爸 当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榜样 我爸爸小时候呢 一直给我们很多的空间 夏天 夏天呢 我老婆 在 几乎都在补习 三个月 四个月都是补习 补习 我老婆每次跟我讲 他小时候的会议 全部都是补习 写字 补习字 他跟我说 你在小时候做什么 我说 我小时候在夏天 所以我们有一个summer house 海边 所以就完了 三个月 而且我也不是那个时候 一个很棒的学生 我爸爸骂我一个晚上 他说你真的为什么 就输学这么烂烂烂的 一个晚上骂我之后 隔天 来 我们去海边 真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 会议 拍照 很多会议 我跟老婆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 好了好了 我们要给他一个 比较我爸爸的方式 比较外国一点 开心一点 让他去旅行 自己看看 比如说我没有说 你一定要弹吉他 还是你一定要弹 拍摄之类的 我跟他说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你不要什么 我就是不要给你 现在你二十岁 他现在四岁 你一样 他也在这里 先是在花花 你一样 他现在感觉对医生的兴趣 你一样 你看 你看 我从那边到自己都不来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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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改天有了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双语 双语 双语 看他第一 一一一一一 可恶感 他觉得他对什么有兴趣 我可以问他 你对医生有什么兴趣 你喜欢什么 比如说运动啊 跳舞啊 画画 音乐 画画 你也喜欢吗 你也很喜欢 他很喜欢那个 gymnastic gymnastic 最近我派他去一个 体骚 他很喜欢体骚 因为我小时候 我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真正的去 投资自己 变成一个运动员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有这个 这个机会 台湾也有一些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想让他 至少可以 不要让他说变成运动员 我就说 给他那个方向 让他对我 因为说真的 你当个爸爸之后 你会发现 你可以让他开心之后 你的开心会更多 会更多 很多 所以你看 今天我来这里 就是要跟你见面嘛 我带他过来啊 他也不会 你看他也会很乖啊 你看就是 一起享受人生 一起成长 而且呢最好 最有趣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贬持小朋友 是经过的 但是你有孩子之后呢 你可以跟他一起 再一次贬持你的小朋友 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这个真的很可爱 你卖一个玩具 有点想是 你卖玩具给他 没有错 但是有点想是 我当了一个小朋友 我买玩具 然后呢你跟他玩很多 你小时候的游戏 不然你现在一个人 没有玩那些游戏 但是你在想 那些游戏的小时候呢 你很喜欢 那你对新兽爸爸 我说要准备当爸爸的男生 有什么好点 还有好的建议 我觉得一个建议就是 各位朋友们 不要给自己的压力 因为压力会也太负面的 好的压力是增长的 譬如说 你也是表演者 你想舞台 紧张 紧张 尤其是不要紧张 没有关系 紧张会提醒你 你要更注意 很重要啊 要紧张 一定要紧张 压力是一种好的压力 比如说 他现在要去学校嘛 比如说我要赚更多钱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为了孩子要做什么 再有办法 可以让他更开心 如果你每天说 啊怎么办 我会要干嘛干嘛 而且是 你有一百块 你可以养一百块的孩子 也没关系 不一定说你要出国 台湾可以玩啊 不一定说一个孩子 你一定要花非常多的钱 我爸爸有可能是 刚好他的力量是那个 所以有可能是五百元 他就是给我一个 五百元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好好珍惜他 有些人 没有关系 有可能是有一百元的力量 但是可以给他一个 一百元的快乐 通常是 钱多少不是问题 重点是 你的爱 爱跟钱 对 你有钱很多钱 不代表你有很多爱啊 所以 相信我 很多的爸爸 很多钱要当爸爸的人 不要给自己压力 好好地爱自己孩子 尊重他 听他的话 当然那个说 都要跟老婆共同 共同 共同 共同非常重要 然后呢 你真的要忍耐 一开始 我第一次当爸爸的时候 他一开始那个时候哭 啊 受不了 不要了 够了啦 后来现在觉得 冷静 冷静 我在现在发皮筋的时候 我跟爸爸最大的差别是 爸爸骂我 没有那么大声 我现在骂他的时候 比较大声 真的 但是我们不会答他 但是我是这样 欸 可以吗 可以吗 爸爸会这样骂你吗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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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 相信我 不行啊 他太可爱了 相信我朋友 你当了爸爸之后 你一定会变成很好的爸爸 而且胡雪很可爱 对 然后你的特色 然后你将来的老婆的特色 在家庭的你的背景 还有法国自己的文化 对 你可以 教养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而且呢 他长辣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希望的是 我们老的时候 他们也一样照顾我们 这是我们真的是 以后老的时候 需要那个 照顾啊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好 因为 你有结婚 两个漂亮的baby 牛麦方子 有 得到金钟酱 嗯 你有凯生你最近的工资 对就是 美术 对 你还有什么梦想 我有什么梦想 基本上哦 每一个年龄有不同的梦想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其实不是梦想 我现在最想要的是 很想要照顾自己 因为没有照顾自己 梦想多大 也没有办法实现 最想要的是 要照顾自己之后呢 梦想是希望他们 收到一个很好的教育 然后 另外一个梦想是 希望我创业 跟老婆去年创业之后 希望我们的创业 可以创造一些工作机会给年轻人 我希望我的公司 会有更多人工作 很多年轻人 把做变成更好的公司 再加上呢 希望我们一起跟他们 出去旅行的时候 探险世界 探险台湾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在台湾 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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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很开心 但我相信 已经影响了很多 事业 然后很多工作 但是有 推出很多人 去做国内旅游 然后 我知道 有让更多台湾人 发掘台湾的 就是 台湾多漂亮 真的 台湾多漂亮 台湾多好玩 真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好好珍惜 谢谢吴峰 不客气 谢谢你 你给我这个 很大的启发 谢谢你 你给这些 所有的法国人 一个希望 然后 而且你有拿到 台湾的上海 有 真的是台湾人 是 欢迎欢迎 你也可以的 然后 谢谢你跟大家分享 你爸爸的经验 应该 应该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在吴峰的频道 我们已经 有摆过一个影片 有 那喜欢我的影片 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你们 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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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